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讚揚行政長官梁振英 這幾年帶領特區政府取得成績 他說中央對梁振英高度信任 中聯辦舉行新春酒會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行政長官梁振英 中央駐港機構代表等人出席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支持 說這幾年來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 堅定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著力解決市民關注的問題 和妥善應付政治改革和選舉所引發的挑戰 張曉明又提到反港獨是彰顯公義 張曉明又提到反港獨是彰顯公義 明變是非 挺身而出 其身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施法 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施法機關 依法取消港獨分子的意願資格 都展示了極足楊青的正能量 彰顯了邪不亞政的真公義 她說香港社會需要行之正道 尊崇法治共同抵制反政治化傾向 回歸理性無實 無線電視記者楊家俊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楊家俊報道 無線電視記者 解僱 彼此引以重地 census 大文化 歸理性無法 開放 歸的